哈喽大家好我是木卡 在过年期间呢我在家刷朋友圈 发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玩地平线5这个游戏 那作为一个热爱赛车的人怎么能错过呢 所以我也买了Xbox 在家苦练了一个月 那么这一个月作为一个新手 说实话没有特别多的长进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玩地平线5这个游戏的整体感受 首先第一个感受呢就是画面特别好 虽然我之前也是经常玩模拟器 来练习自己的赛车技能 但是模拟器一般都是以赛道为主 而且整体的环境呢都是以赛道周边的景色为主 但是地平线5这个游戏呢 它有这种越野赛还有一些场地赛 整个画面非常的丰富 而且特别美 真实度也特别棒 虽然它也是一个竞技类的游戏 但我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第二感受呢就是比赛过程中成就感特别强 尤其是当我的赛车冲过这个风格旗的时候 它会给我来一个360度的影像 而且不论是白天黑夜不同的灯光打到车身上会有不同的光影效果 这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新鲜感 这个游戏的专业度还比较高 我呢个人比较喜欢赛车类的游戏 在我玩的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游戏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 它会根据不同的场合 你可以对车辆的配置 还有不同的车进行一些调试 比如说我刚开始的时候 选了一个后驱的Supra来进行比赛 但是当我走到这种沙式地面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轮胎打滑非常厉害 很难继续下去 那这个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呢我可以更改这车辆的配置 第二个呢我就可以换车 在比赛过程中我能够更得心应手的提升我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呢这个游戏还是一个沙盘类的游戏 也就是说所有的小伙伴们可以在线上 然后进行一个交流 进行一个禁忌 然后还可以提供他自己的不同的改装方案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一点 其实最开始我特别想玩这个游戏 是因为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的武林红光的图片 然后我就在想我也要来个秋名山车绳的飘移 对吧 但是呢因为我知道的有点晚 这个赛季已经差不多过半了 我就没有时间完成这些任务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武林红光这个车 那么接下来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再通过这个积分来获得这个车 但是能不能为我们中国用户再考虑一下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完成任务呢 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整个画面其实还是相当精致的 但是每一次我碰撞到石子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画面还稍微有点欠缺 如果这一点也能做得更好的话 我相信它会成为今年我最喜欢的一款赛车类的游戏 经过了整整一个月和它的亲密接触 我觉得这个游戏给我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它真的画面做得非常的精致 而且里面还有拍照的环节 我也留下了不少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照片 对于普通人它适合玩这个游戏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 那么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没有汽车文化 那么在这个游戏它加入了很多中文的解说之后 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择 就是你带着你的孩子去玩这款游戏 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可以在这里面 不仅能看到国外的风景 他还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改装文化 他还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车涂鸦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这样我们下一代的汽车文化不就有了吗 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句 玩游戏可以但一定要注意时间要劳逸结合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见